每天忙着处理理类大小事 理长工作相当辛苦 不过他们其实是没有薪水 每个月只有5万元的事务费 支付理办公室的各项开销 为了体恤村理长辛劳 内政部提出地方名义代表费用知己 及村理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修正草案 将比照军公教人员年终工作奖金1.5个月 增订村理长春节慰绕金 以5万元为基准计算 每年发放7.5万元春节慰绕金给村理长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开始在讨论 这个理长到底应不应该有薪水 那所以后来发现 其实南北有差距 然后城乡也有差距 那另外都会区的专业的理长 专职的理长 跟这个年纪比较长的资深的理长 其实意见都不相同 那有的希望认为应该要有薪水 有的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 也就是这个村理长是可以兼裁的 不过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年轻的这个专职的理长 特别是在几个大部会区域还有城市的区域 那我们希望这些理长 其实他可以专职专责在他的一个工作上 另外也能够这个他的生活上也能够得到支持 不过刚刚在提到薪水的部分 大家有所不同的一个意见 所以我们认为大家可以思考 而且比较有共识的是在年终奖金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我们研议之后 认为适当的来做处理 所以就是用现在的事务补助费 乘以1.5个月 所以现在事务补助费大概是5万元 那乘以1.5个月 就等于是7万5作为年终的一个慰绕金 那它是一个慰绕金的一个性质 它并不是薪水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变革 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感性 我想对理长的一个信徒 可以专与相当的一个支持 至于外界质疑 是为选举绑装牛昌严正声明 不会有政治考量 也不是为了个人 大家所有相关的一个提案 路上有点出击 不过内政部所提的一个方案是 最横平 然后经过审慎的一个评估 然后凝聚共识 我相信也是社会上大家所 可以共同认同接受的一个版本 那至于你刚刚提到的 刚刚描述的一个过程 其实从去年的时候就开始演绎 不过因为它有许多不同的一个意见 所以我认为 当然大家听完之后就知道说 这里面不会有政治的一个考量 当然也不是为了个人 除了村里长将发放春节慰绕金 这次修法也调整 议员助理补助费总额 自家市议员从原本每月24万元 增加到30万元 县市议员则从每月8万元 增加到14万元 在外加补助费总额20% 补助议员支应助理加班费等费用 同时也调整 民意代表为民服务费 直辖市议员从现行2万元调高到4万元 县市议员从9000元调高到2万元 乡镇市民代表也从3000元调高到5000元 这项修正草案已经在5月2号或行政院院会通过 将送到立法院审议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也初步排定 在5月9号进行审议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